尼西亚南达大师 大家好,我是马尼西亚南达大师 是新都教大教皇普师 灵性导师尼西亚南达 上师 今天早上是药神的答弦 药神在我们的经典中记载 是众医之主神 所以他就是 负载着治愈的能量 存在的这样一尊神明 他主管就是治愈 所以所有的疾病 都可以通过与他连接 去得到化解 所以也希望今天大家都参加了 这个药神的答弦 也希望大家和药神连接 去发愿 让自己和全家健康安全 在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所有人的 生命的安全 都不是完全的有保障的 所以在这个当下 也只有通过神明 能来解救人类了 我们包括自己呢 和神明强烈的连接呢 是我们能够让自己 真正平安的方式呢 所以也希望大家 真的就是和药神连接 包括自己和家人呢 去供奉药神 保证呢 我们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呢 能够安全 平安的度过 健康的度过这样 所以呢 现在还是有机会 去供奉药神 如果你错过了 这个 昨天和今天早上 供奉的机会呢 你现在继续供奉 这个还是 这个大门是继续打开的 这样 大家可以选择呢 去做随喜 这个姓名的唱颂 Sankopa 也可以呢 选择莲花族裕的供奉 以及纯金的这个供奉 这样 都是非常非常的吉祥 在明天呢 又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呢 就是财神的打险 大家最爱的 就是健康和财富了 所以这两尊神明连续来打险呢 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这样 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 在这个平凡的人生当中呢 如果不在开拉萨的这些人 他们每天在做什么 他们的娱乐项目是什么 对吧 像我在遇到大师之前 我的娱乐项目 也无非是和自己的朋友 一起出去健身呢 或者是如果天气好 出去走一走 或者是去电影院呢 看这个电影这样 也就是无非是这些 或者是戏剧这样 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娱乐项目呢 就是参加既定三摩地的打险这样 要和神明约会 这个级别简直是一个地球 一个是开拉萨天堂这样 真的是变化太大 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下 都觉得现在的人生好不真实这样 如果我在跟自己之前交往那些人呢 跟他们联系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讲 自己每一天在干嘛这样 我今天早上和财神见面这样 这是什么概念 所以我们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我们每天呢 是在和神明连接 在和神明的交流呢 在作为自己的娱乐这样 所以呢 大家带着这个财富的愿望呢 和财神连接 财神呢 他用自己的一生呢 去 可以说是谱写了一篇最美的 这个对生命的赞歌 就是融入人生呢 用自己的宽广的胸怀呢 去帮助自己身边所有的人 丰富他人这样 所以呢 我们也要像财神一样的 去不停的丰富他人 创造价值 才能有更多的价值 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显化的 这个原理 不是掠夺 也不是不劳而获 而是说我们要主动的创造价值这样 当然了 话说回来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最好的创造价值的方法就是加入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我并不是去否定大家的工作 你对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 但是呢 人类事业最终极的事业是开悟的事业 开拉萨的是开悟的最终极的事业 所以呢 我们在开拉萨这个这么高的平台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的 其实我们的这个创造价值都是最至高无上的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一层的现实来到开拉萨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报的源头这样 包括你做志愿者的工作呢 也是价值的创造 所有这些福报呢 都可以转化成为人民币美金 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 所以呢 希望大家也看到这一层的现实这样 好的 欢迎大家呢 参加这个财神的拿显 在明天 具体的时间呢 我们会在这个 在微信的这个连接呢 里面去跟大家公布 因为具体的时间目前还没有公开这样 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 做好准备呢 任何时候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财神的打显 得到财神的祝福 去供奉财神 在明天呢 有非常多吉祥的供奉的项目 包括这个随喜的唱颂呢 还有这个莲花族裕的供奉 以及财神所有的法器和他的首饰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群里面呢 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寺院和寺庙 在印度非常重要的这些 包括财神的寺庙呢 是我们分享的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寺庙确实在印度是非常著名 而且非常非常的这个受欢迎呢 它的这个金碧辉煌 大家看到就是 它的祭坛里外全是纯金呢 包括这个大门 墙壁所有全是包金的 所有的做铺垫的器械也都是纯金 怎么会这么富足呢 财神身上挂的这个黄金的量就更多了 怎么这么多黄金呢 当然了黄金我也在之前的录像中跟大家讲过 它是可以保持这个能量最持久的这样的金属 所以呢它在印度教来说呢 是有至高无上的 政务圆满的意义的金属 当然用它来做的供奉呢 这个灵性的意义就更高了 所以呢 比如说你供奉鲜花 或者是供奉一颗这个突勒西的叶子 但是如果能用黄金打造去供奉呢 这个福报就更加的多了 这个意义就更加上乘 它是上等供奉 这也是在我们的经典中有所记载的 所以呢 它是有原因的 不是它的价值意义 而是它的灵性价值意义所造成的 当然了 供奉黄金 那我们的回报就更多 不然 比如说财神的寺庙 怎么可能这么多 这么千年 几千年下来呢 会一直这么繁盛呢 会有这么多的信众 每天在做这么多的供奉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得到更大的回报 更大的祝福 才会有这样的 对财神的臣服和爱 这样 所以呢 我们也一样 在明天财神本尊呢 能够有这么大的福报 来到我们的眼前 给我们打写 在这个时候呢 给财神供奉我们的 所有的这些感激吧 然后也包括这些业力都放进去 供奉给财神呢 自然然的 大家可以看到 财神会在我们的人生中 立即的显化 给我们所有的 愿望的祝福 这样 当然最主要是财富的祝福了 所以希望明天大家都和财神连接 能够去圆满自己的财富梦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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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